大家好,我是大晴 乌军总参部在早前说 俄罗斯人在昨天袭击了乌卡兰九个地区 在过去的一天里 双方在前线发生了大约66次正面战斗 俄乌近日的争夺集中在北路根斯克 阿弗蒂布卡、马林卡地区 和地利波罗河东部地区 其中阿弗蒂布卡的战斗比较激烈 俄军损失非常大 目前,乌卡兰的部分地区天气已经进入湿冷阶段 很多地面的大面积的泥泞已出现了 大范围降温加上泥泞难行 也是导致一些战线进展缓慢的原因 具体到焦点地区阿弗蒂布卡 俄军还在发动不计代价的进攻 昨天,俄军对阿弗蒂布卡的大型的焦化场方向 发动了进攻 位于城镇北端的俄军正试图控制焦炭场的矿扎堆 乌军第47机械化旅士兵 目前还坚守在阿弗蒂布卡焦炭场的隧道内 寸土不让 战争研究所的消息说 俄军正在准备对阿弗蒂布卡发动第三次大规模的袭击 爱沙尼亚国防军情报中心也表示 在未来几周内 俄方可能将继续保持敌对行动的强度 目标是在今年年底前 占领顿涅茨克地区的阿弗蒂布卡市 爱沙尼亚飞机人士称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乌韩军队凭借无人机和大炮等远程武器 以及雷区守住了阵地 因此 俄方的装备损失与前几周相当 依然居高不下 在赫尔松前线 乌军已控制了地涅薄荷左岸的 可林基以东地区 并继续向前推进 乌军再次启动海马斯 对盘踞在赫尔松 腾德拉沙嘴北端的俄军目标 进行了远程点名 摧毁了一群俄军步兵和几艘军用船只 在巴木特地区 俄军试图夺取克里士奇福卡 安德利福卡再告失败 乌军继续在巴木特南翼发起进攻 乌军第三突击率除了击退俄军的进攻 还向俄军发起了反击 俄军在留下更多阵亡士兵和重伤者后撤退了 乌方发布的最新战报显示 截至10月4日 乌军共计歼敌30万4100人 过去一天新歼敌830人 同时新摧毁了俄军坦克11辆 装甲车38辆 火炮35门 无人机39架 军用车辆25辆 这些战果大多发生在阿弗迪布卡前线 扎布鲁热地区 库布扬斯克 斯瓦托夫 克里米纳地区等地的战场形势变化不大 总体来是 乌俄双方目前的胶着状态明显 任何一方的突破都很难 10月4日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再次抵达了乌克兰首都访问 在乌方的欢迎仪式上 他说很高兴在战争期间 第六次回到基辅 我在这里讨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道路 欧盟为重建乌克兰 作为一个现代和繁荣的民主国家 提供了财政支持 以及我们将如何继续 让俄罗斯为其胡作非为付出代价 媒体透露 访问期间冯德莱恩还计划在最高拉达发表讲话 以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 欧盟又开始对大俄实施新的制裁 并准备将先前冻结的大俄资产所产生的利息转给乌克兰 昨天 瑞典国防部长帕尔琼森表示 已经交付乌方八套弓箭手自行火炮 不久的将来还将再交付四辆 德国防部的乌克兰特别参谋长弗洛伊克丁少将表示 德国的预算规划已经包括了2032年的资金安排 德国将在对俄战争中支持乌克兰至少到2042年 德国近期的援武行动越来越抢眼 值得点赞 四日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耶罗夫 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的通了电话 他再次请求美国向乌方提供更多弹药 还说射程更远的战术导弹将是乌军取胜的保证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虽然乌军手中的那些对地攻击导弹射程都很有限 比如风暴阴影和斯卡普一致 最大射程仅300公里 美国提供的早期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战术导弹最大射程更是只有165公里 即便是乌克兰自研的雷霆2弹道导弹 最大射程也不过700公里 在射程和数量方面远远不如俄军 但不管怎么说 俄乌两军都拥有了远程打击能力 这对对手来说都是严重的威胁 相对来说乌克兰军队使用远程导弹打击的 基本都是俄罗斯军事目标 俄军则打击了很多基础设施 尤其是能源基础设施 不过双方的打击都很有效 以乌军来说乌军前不久成功打击了别尔江斯克机场 俄军武装直升机部队损失惨重 被迫撤到了俄罗斯境内的塔干罗格基地 这个基地依然处于乌军战术导弹的打击范围内 问题在于乌克兰政府承诺不会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 政治原因再次保护了俄罗斯军队 相比之下 近期俄军倒是减少了对乌克兰的远程精确打击 但这对乌克兰绝不是什么好事 所有人都知道俄罗斯军队 正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导弹 风暴积攒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准备像去年一样 再次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很可能试图通过一轮猛烈打击 来摧毁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 毕竟去年俄军的空袭就差点 让基辅因为能源供应系统崩溃而被迫疏散 福布斯杂志的报道显示 自战争爆发以来 俄罗斯已经花费了228亿美元 用于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 并且还在继续增加产量 这至今年10月 俄军已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3000枚各类导弹 每个月用于导弹袭击的费用 在5000万美元到10亿美元不到 尽管克里米亚等地的俄罗斯 军事设施不断的被炸 但对俄罗斯老百姓来说 只要不靠近那些军事设施 除非乌军发射的导弹故障 或被拦截后残骸坠落 基本是没问题 相比之下 乌克兰人就得时刻小心了 防空警报一响 就得立刻进防空洞 谁也不知道俄军会打哪 尽管俄军否认 但平民却被炸的实在是太多了 在美国等国的支持下 乌克兰防空网在不断的增强 不过相比以色列以及沙特等阿拉伯国家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实在是太少了 现在大量的爱国者和萨德正被运往正东 这还不包括地中海和红海上的美国军舰 以色列本身就拥有很强的防空反导能力 他们的对手只是实力有限的野门胡塞武装 哈马斯和珍珠党乌克兰对手则是强大的俄罗斯军队 乌克兰在防空反导能力上远远比不过以色列 俄罗斯军队的远程打击能力 则远远强于胡塞武装们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现在很孤独 这话是有一些道理的 乌克兰对美国的重要程度根本无法跟以色列相比 但即便如此面对更强大的对手 乌克兰依然不会放弃 乌克兰现在也有自杀式的无人机 也有自主研发的远程导弹 来吧 等俄军的冬季导弹风暴开始后 看乌军会不会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媒体披露 乌方已定下日期 乌总统泽连斯基将于下周前往以色列 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 其中可能会谈及双方合作事宜 以色列在预袭后终于回到了挺屋阵营 这可能是个大额的意外 10月3日 泽连斯基签发了法令 解除维克托霍联科特种作战部队司令的职务 并任命谢尔西卢潘秋克为乌坎武装部队 特种作战部队的新指挥官 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说 霍联科将继续作为乌坎国防部 国防情报部门的一部分 执行特殊任务 10月4日 乌总统办副主任马绍维茨表示 应国防部长乌梅罗夫的要求 泽连斯基解除霍联科少将的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职务 乌克兰国家安全法第16条第5款规定 乌坎武装部队各军种的指挥官 由乌坎总统根据乌坎国防部长的要求 任命于截止 新任国防部长可能有他的考虑 这事也是正常操作 好了 希望乌坎能早日攻破俄军大门 给世界一个和平 我们希望看到这一天 乌坎人民的庆祝声会响彻整个世界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